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大博雅老年产业EMBA同学会副理事长 中央电视台魅力品牌人物 爱心企业家 从事大健康产业近20年 人生睁眼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李丹你好 常言道受过挫折 才更知人生艰辛 你从事大健康产业20年了吧 从基层员工干到今天 成为多家的公司劳动 一路走来 是不是很风光啊 这中间有艰辛 也有风光 有汗水 也有泪水 我们是在2015年 创立了秦岭牧羊女的品牌 率先在我们行业里边 竖起了陈阳奶的大气 那么从这个纯羊奶 再到风产品 再到一生菌系列 那么我们打造的呢 就是一个高端的 零添加的 纯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秦岭牧羊女的这个品牌呢 也由我亲自来做这个形象代言人 我的这个头像呢 也注册成了这个商标 为什么我来做代言呢 因为我认为 我们牧羊女 她不是一个品牌 她也不是一个产品 牧是放牧的牧 就是我们奉献付出的意思 羊呢是太阳的羊 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 所以说呢 我们牧羊女呢 其实是一种 利她付出奉献 一种积极向上正能量的精神 任何一种产品或一个品牌 不是与生俱来都有好的品质的 为拓展市场 你们借助老年健康行业这个大平台 开展了大美青海的旅游活动 对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活动成功的主要的体验在哪几个方面 首先呢 青海呢 是我们中华的水塔 为了保护资源呢 限制了它的这个经济发展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 那我们呢 在北京的政协礼堂 然后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号召全国的旅游界的人士 来组织客户游客到青海去旅游 同时呢 国家的七一勋章的获得者 吴天一院士 他呢 向我们也提出了高原 这个养生的这个理念 高原养生 对 所以说呢 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之后 然后我们呢 先后组织了我们行业内 好几万人到青海去旅游 参观 养生 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应该说 没有播种 何来收获呀 没有新型的劳动 何来的成功 所以说 你们在开发产品当中的 科技含量 是什么 过硬的底牌 成为我们老百姓喜爱 认知的产品 其实科技含量谈不上 就是回归本真 从15年开始 我们其实在改变了行业的现状 打破了一些行业的行规 不瞒这个张老师讲 之前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羊奶粉挺多的 尤其呢是成人奶粉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你会发现啊 无论它是什么样的 它都可以叫羊奶 那那个时候呢 行业里边这个羊奶 做得非常非常的乱 品质 良又不齐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就率先做了一个纯阳奶 做了纯阳奶之后呢 我们就天天下去 做宣传 做推广 然后那个 做科普教育 然后做食品安全方面的 这个教育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也占领了一些市场 那我可以提问一下 这个张老师 如果说现在你面前 有两杯果汁 一杯是鲜榨的 一杯是各种添加的 你会喝哪一杯 肯定是鲜榨 对 陈天然的 那所以说呢 我刚才谈到的这个艰辛 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 这个创业初期 莫名其妙地 收到了一些这个短信 还有电话 说你是这个行业的搅局者 赶紧请指你的行为 要不然小心 我们联合起来封杀你 会有这么严重啊 那是索性的是 在我们这个行业 有很多有良知的企业家 他们愿意来做一个 高品质的产品 来赚一个良心钱 也就是在他们的这个支持下 我们的秦岭穆扬女 纯洋奶的这个品牌 才在我们行业内 一直做到现在 而且呢 在市场中 消费者的口碑反馈 都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同时呢 也通过我们全国的这些市场 不断地向消费者呢 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我也经常呢 给我们企业的这个高管们讲 我说做了这么多年 虽然说我们秦岭穆扬女 可能没有给我们大家 带来更多的财富 但是走到今天 我觉得让我特别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是 你会发现 羊奶这个行业 现在有标准了 一种呢 是纯羊奶 一种是配方奶 一种呢 是羊奶 固体饮料 这就是取决于 你的这个产品里边 羊奶的实际含量有多少 那你给我们普及一点知识 这个羊奶和牛奶 它们的各自的样成分是什么 本草纲目中呢 就记载羊奶 性温无毒 辽虚劳 知消可 羊奶它有两百多种营养成分 它是最接近母乳的乳制品 适合这个人长期这个饮用 但是呢 牛奶它是属于良性的 刚生下来的小孩 它的这个纯羊肢体 适合喝这个牛奶 但实际上我们成年人 尤其是老年人 是不适合长期饮用牛奶的 而且呢 还有一点 你会发现我们身边很多人 喝了牛奶会出现有这种 乳糖不耐症的这种 我就是这问题 对 那我建议您喝羊奶 我试试 我认识问题 对 羊奶它的分子非常的小 正常我们人体 喝一杯牛奶的话 吸收的话要60分钟 但是你喝羊奶 20分钟就可以完全吸收 通过我们的这个 不断的升级研发 我们现在呢 用羊奶来做成 限量的羊酸奶 口感特别的 那说到这样 就是工艺问题了 那它的工艺和牛奶的工艺 有什么不同吗 在制作的这个方面 其实它都是通过 这个有益菌的这个发酵 但是做出来 从这个形态上 口感上 你会发现它更丝滑 而且呢 我们秦岭牧阳女 我们因为所有的门店市场 都是限量羊酸奶 里边不加防腐剂 不加这个固化剂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各个市场呢 消费着一看 还有羊酸奶 一对比 确实非常的好 更利于人体的吸收 嗯 长支持了 从我们的交谈当中 可以想到 你们的每一天 都是在忙碌和充实中度过 对对对 说点生活上的事吧 你这么忙 管理着这么多家公司 能照顾到家和家人吗 哎呀 这个谈起来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创业很难 女人创业更难 不瞒您说 在15年 我们创立 秦岭牧阳女的这个品牌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照顾不到家庭 然后一年365天 我至少在外边 全国个地要跑300天 哎呦 其实说起来也挺难为情的 我经常说一句话 我说我是 拜也牧阳女 成也牧阳女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嗯 把自己的家庭给丢掉了 但是呢 为什么我要说成也牧阳女啊 嗯 后来呢 就是一门心思 在这个牧阳女的这个工作上 在西安 做这个粉丝见面会 嗯 形象代言人的见面会 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我们现场呀 就有一位顾客 消费者 嗯 是我们忠实的粉丝 嗯 然后就追出来 非要让我留一个电话 非要让我改天去他家吃饭 嗯 中间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是个男同志吧 呃 是一位阿姨 啊 阿姨 我听着像个男同志 但是我去了之后 我才发现 他有一个儿子 比我大了 哦 还是那个 也是单身 对 一来二去 我跟他儿子 我俩还真好上了 呵 然后就18年 做完大美青海 那个像 那就是说 我俩就结婚了 哎 还带来了爱情 对对对 挺好 所以说呢 现在的家庭 老公 然后那个真的 对我特别好 而且对我事业 也特别支持 因为他们知道 正是通过 秦岭牧羊女 我俩才结缘 才走到了一起 太好了 嗯 所以说呢 对我的工作上 支持帮助 也非常非常的大 在你事业的行进过程当中 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 有悲伤 也有喜欢 有痛苦 嗯 也有幸福 对 一直以来啊 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支持参与着社会的慈善事业 嗯 及各种帮扶贫困的爱心行动 对 这个跟我们大家说说 你的感慨和体会 圣人教导我们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计天下 那么我认为 我们做企业的 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 在创造价值的同时 一定要回馈社会 我觉得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是 嗯 我在这个张家口 领养了一个小女孩 嗯 那一年她才八岁 可能我觉得 冥冥之中也是缘分 那个小女孩 就是我们一见面啊 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那种亲切 她就直接叫我丹妈妈 这孩子多大了现在 现在十二岁了 十二岁 也非常的漂亮 嗯 跟我其实挺像的 嗯 另外呢 在我们行业里边啊 跟我们这些好朋友一起 嗯 在广西那个地方 我们捐建了希望小学 嗯 疫情期间 那当时我就在想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呢 就是从国外呢 调回来一批 这个免疫球蛋白 加到我们的纯阳奶里 嗯 然后呢 给西安这边 很多这个执勤点 就是各个小区呀 防疫的这个检查点 然后送给他们 另外呢 又给他们送了 很多的这个消毒粉 口罩 包括前一段时间 河南的这个水灾 我第一时间 我带着我的助理 嗯 还有几位工作人员 我开车 然后呢 就往河南走 嗯 我不敢跟我老公说 嗯 然后是走到路上 我给他发的微信 嗯 我才跟他说 我说我去河南 我要去哪里哪里 嗯 因为我认为 我们真正的这个捐助救助 嗯 一定要做到定向捐助 定向 一定要送给 真正有需要的人 需要的人 对 到达河南之后 我们分别去了 郑州 鹤壁啊 汛县啊 新乡 嗯 真的是哪里的灾情 最严重 我们往哪里去 嗯 对我触动最大的 就是在汛县 有七位勇士 嗯 称为赶死队 嗯 我不知道张老师 您在新闻 有没有看到过 嗯 他们这七位呢 是开渣土车的 嗯 这个渣土车呢 都是他们贷款买的 那都是他们吃饭的东西 把吃饭的东西 然后投到那个河里边 他就为了堵那个 对 因为实在是沙袋 石头堵不住 堵不住了 当时呢 就他们七位 而且是离河一米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见 晚上下雨下得特别的大 嗯 听这个对养鸡的指挥 跳 他们就赶紧往下跳 如果跳得晚 他们就跟那个炸土车 一起就跳到水里了 他得在车上驾驶 让他车开着 开着快下雨 而且要加大油门 往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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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跳出来 对 当时知道这个 我真的特别特别受感动 然后那个 就通过贺币当地的媒体 我说 无论如何 要想办法联系上 这七位勇士 为什么这样呢 我认为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这种英雄事迹 一定是需要我们去弘扬 让更多的人去学习 后来真联系上了 这七位勇士 当时电视台 也去了很多记者采访 怎么样 那么听他们那个讲述 我真的当时我都哭了 给他们每一家 然后那个 送了一万块钱的慰问金 这一万块钱 其实不算什么 但是心意中 我觉得是对他们的这种 事迹的一种肯定 在那里 我前前后后也待了将近 一个星期的时间 总共在我们行业里边 召集了 四十多辆大货车的 各种各样的物资 分别调配到各个 受灾比较严重的 群众的手中 总价值已经达到了 两千多万 还有好几百万的现金 那么在一线 我觉得做这些事情 给我带来的 内心的这种踏实 和这种幸福感 我觉得是多少金钱 都买得来的 谢谢你 谢谢你所做的这一切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希望成为别人的榜样 它就是我们的榜样 听完他的讲述吧 我认为你最重要的是 有一颗善良的心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让别人能够得到温暖 穿越黑暗 那你说一说 你所做的这一切的 德与诗 必须得有舍 才能够有德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做正确的事 做好人 那么他的结果 一定是好的 像我们的牧羊女一样 我们自己 要成为一道光 去照亮别人 去影响别人 你说的这 我想一段歌词 就是这个著名编剧 高漫堂写一段歌词 说好人 是这个事业上的魂 对 好人 是这个事业上的根 好人 必将得好报 好人 必将交好运 对 是的 成长是一种蜕变 一种前进 我们应该相信生活和时间 你的美好远景和希望 又是什么的 美好的愿望就是 真正的希望 用我的实际行动 来改变我们整个行业 这种产品 良幼不齐的这种现象 希望能够影响到 更多的从业者 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路上 也一直在前行 因为我们的产品 从羊奶 再到蜂产品 再到羊酸奶 再到医生菌 我相信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路上 我们能给消费者提供的 是一个真正正正的 高品质的良心产品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希望 我未来要做的事情 为李丹点赞 为明天加油 向着阳光奔跑吧 只要目标在 路就不会消失 只要信仰在 梦想就会实现 我相信厚德宽人 路自宽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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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